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这次我们要探讨的是美国7月份令人失望的就业增长数据 根据劳工部的最新报告 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了11万4千人 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17万5千人 同时失业率上升至4.3% 连续4个月上升 这让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状况产生了忧虑 巨峰贝瑞尔的影响和联邦储备局的加息政策 似乎也对这一结果产生了影响 工资增长也有所放缓 这一切都可能为美联储在9月降息提供了更多理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劳动力市场的阴云 美国7月就业增长不及预期 失业率上升至4.3% 华盛顿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五 当劳工不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时 整个经济界都屏住了呼吸 根据这份备受关注的报告 7月的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了11万4千人 远低于经济学家们预期的17万5千人 与此同时 失业率也从6月的4.1%上升至4.3% 这些数据如同一桶冷水 扑灭了近期经济复苏的火焰 让人们对美国经济未来的担忧再度升温 飓风贝瑞尔的袭击无疑是其中一个因素 这场灾难在就业调查州期间重创了 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地区 使得这些地方的经济活动陷入停滞 但飓风贝瑞尔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 事实上 劳动力市场的放缓 早在飓风到来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 根据劳工部的数据 6月的招聘数量将至4年来的最低点 而这一趋势主要是因为联邦储备局 在2022年和2023年的连续加息 抑制了市场上的需求 数据背后的故事 这份报告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数字 它背后有着许多生动的故事 纽约的一家中小企业主约翰 史密斯 John Smith 谁有感触 他的公司主要从事餐饮业务 随着疫情的逐渐缓解 他本以为生意会回到正轨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我们的招聘需求依然很高 但找到合适的员工越来越难 史密斯说 许多人选择留在家中 或者转行到那些薪酬更高的行业 与此同时 平均每小时工资 也在缓慢增长 根据报告 7月的平均每小时工资 上涨了0.2% 而6月的增幅为0.3% 截至7月的12个月内 工资增长了3.6% 这是自2021年5月以来的 最小年度增幅 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 其实对劳动者和雇主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联邦储备局设定的通胀目标 是2% 而工资增长需要在3%至3.5%的范围内 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当前的数据表明 尽管工资增长仍然高于目标区间 但增速在放缓 这实际上延续了有利于通胀的数据趋势 联储局的两难 这份就业报告 无疑为美国中央银行 在9月降息提供了充分理由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放缓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 联储局可能会采取行动来刺激经济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 鲍威尔 Jerome Powell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需要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但同时也不能让通胀失控 然而 降息并不是万能药 尽管它可以短期内刺激经济 但长期来看还需要更多的结构性 改革和政策支持 尽管如此 这一决定无疑会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经济学家的观点 经济学家们对这份报告的解读各有不同 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波动 不必过于担心 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 卡斯曼 Bruce Casman 表示 飓风的影响是短期的 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的数据会有所改善 然而 另一些人 则持更为悲观的态度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克劳迪亚 戈尔丁 Claudia Golden 指出 这些数据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变 劳动力市场的未来 无论如何 这份报告都为我们提供了洞察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契机 这个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 从雇主到劳动者 从政策制定者到经济学家 每个人都在试图理解并应对这些变化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但也充满了机遇 经济学家苏珊 霍斯金 Susan Haskin 说 我们需要适应新现实 并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这不仅仅是数据的游戏 它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从纽约的餐馆老板 到德克萨斯州的建筑工人 从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 到华尔街的投资者 每个人都是这个复杂经济拼图的一部分 随着未来几个月的数据陆续出炉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故事的更多面向 但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经济戏剧的主角 始终是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希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7月的就业数据显示 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了11万4千人 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17万5千人 此外 失业率也从6月的4.1% 上升至4.3% 这些数据 使人们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状况 和经济前景感到担忧 并引发了对可能经济衰退的讨论 巨峰贝瑞尔 在就业调查州期间 袭击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 对部分地区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影响 这被认为是7月就业增长 不及预期的原因之一 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 可能与整体经济情况和政策变动有关 从数据看 虽然招聘活动有所减少 但裁员并未显著增加 这显示出招聘困难 而不是大量失业 2022年和2023年 美国联邦储备局FED的多次加息政策 抑制了企业的用工需求 这成为招聘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 政府的数据显示 6月的招聘数量降至4年来的最低点 这也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疲软 工资增长方面 7月平均每小时工资上涨了0.2% 低于6月的0.3% 年度增幅也从6月的3.8%降至3.6% 这是自2021年5月以来最小的年度增长 然而工资增长仍高于联邦储备局2%通胀目标 所需的3%至3.5%范围 但这样的增速延续了有利于控制通胀的趋势 这些数据对联邦储备局的货币政策决策 有着直接影响 就业报告为FED在9月的会议上降息 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尽管工资增长有所放缓 但仍高于通胀目标 这表明经济仍有通胀压力 失业率的上升 尤其是连续4个月的上升 进一步引发了对经济扩张持久性的担忧 高失业率意味着更多人失去了工作 或难以找到工作 这会对消费支出和整体经济活力产生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 7月的就业数据显示 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放缓 而这种放缓主要是由于招聘减少 而非大规模裁员 这一现象与联邦储备局的加息政策 有直接关联并且对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失业率的上升和工资增长的放缓 提示了经济面临的一些潜在风险 增加了对未来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哈 谢琪琪 这次的就业报告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就业增长比预期低 失业率还上升到了4.3% 看起来美国经济真的要进入寒冬了 你知道 这可是连续四个月失业率上升了 而且工资增长也放缓了 这些都显示出劳动力市场的疲软 你怎么看 哦 楚天书 你别高兴得太早 虽然就业增长不如预期 但这不代表经济就要衰退 飓风贝瑞尔可不是小事 这自然会对就业数字产生影响 再说了 招聘减少而非裁员 这说明企业对未来仍持有一定信心 你以为经济就这么容易倒下吗 哈哈 谢琪琪 你这么乐观是因为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吗 就算飓风贝瑞尔是个因素 但连续四个月的失业率上升难道全是天灾 联邦储备局在2022年和2023年加息 这也压制了需求 看来这些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经济放缓已经成为现实 楚天书 你别说得这么悲观吗 联邦储备局的加息是为了抑制过热的经济 确保长期稳定 这并不是说经济放缓就是坏事 工资增长虽然放缓 但仍高于联储局的通胀目标范围 而且政府的数据显示 六月招聘数量降至四年来最低 这只是短期波动 经济的韧性还在呢 别忘了 2021年我们经历了多大的挑战 但经济还是恢复了 谢琪琪 你这可是自我安慰啊 2021年的复苏 是因为政府和联储局大量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 但你看现在 联储局还能再降息吗 九月降息就能拯救经济吗 恐怕这只是治标不治本 工资增长放缓和招聘减少 这些都是经济走向衰退的前兆 真没想到你会这么乐观 或许你该去开乐观者协会了 楚天说 你可真是启人忧天 降息不一定是万灵药 但它可以缓解短期压力 再者 这种情况下 企业更多的是暂时观望而非撤退 经济运行就像是一场马拉松 需要的是耐心和弹性 我们要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 而不是见到一点风浪就喊船要沉了 说不定 你该去开悲观者俱乐部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呀 看来美国的就业市场正陷入一场小小的风暴 不过这次的飓风不是来自大自然 而是经济数据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报告 7月的非农就业人数只增加了11万4千人 比大家预期的17万5千人差了不少 这可是给那些经济学家们来了一个措手不及的惊喜 而且失业率也从6月的4.1%上升到了4.3% 这无疑让人们对经济未来的担忧又多加了一层 飓风贝瑞尔对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影响 是这次就业数据冰山一角的原因之一 想象一下 一边是飓风摧毁家园 另一边是找工作的艰难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场地里和经济的双重打击 让不少人为劳动力市场的前景捏了一把汗 不过 这次就业增长放缓并不是完全由于财源潮 而更多是招聘减少 这其实是联邦储备局过去两年的加息政策起了作用 把需求给压下来了 这就像一个经济减肥计划 虽然目标是健康 但过程可真不好受 政府的数据也显示 6月的招聘数量达到了4年来的最低点 这更让人担心经济是否已经开始冬眠 平均每小时工资的增长也是个值得注意的话题 7月工资增长了0.2% 低于6月的0.3% 年度增幅更是降到了3.6% 这是自2021年5月以来的最低值 虽然这对联邦储备局的通胀目标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对于普通民众的钱包来说 这意味着购买力的提升并不那么明显 花更少的钱买更多的东西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总的来说 这次的就业报告给美国经济化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失业率连续4个月上升 工资增长放缓 招聘数量下降 这些因素就像是一场经济迷雾 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联邦储备局在9月是否会选择降息 已经成为市场关心的焦点 一旦降息 这有可能为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 但也有可能是释放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总而言之 这次美国就业市场的数据就像是一场经济小测试 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和市场的反应能力 希望这次的经济风暴能够尽快平息 让大家重新看到一片蓝天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